大家好 我是老船長 他是豬腦袋 好 那麼今天應該會有很多的投資朋友 來看小弟的節目 當然我一定會把最真實 最專業 而且是怎麼樣 不說謊的內容 跟大家分享報告 首先 大家要問的第一個問題 一定是台北股市 到底也要跌到什麼時候 我跟大家說 不用擔心 因為注意看 台北股市今天已經怎麼樣 破底了 對不對 那麼破底之後 就會有一個破底翻出現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嗎 老船長你在講什麼 我再講一遍 這裡 這裡的下跌是因為疫情的爆發 大家明白意思吧 所以這裡的大跌重挫 你不要把它想成 現在也會是這個樣子 因為現在的疫情一天大概都可以控制在 10個以內 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在那個時候大家注意看 美國股市也是跌 現在美國股市在歷史的高檔 只有台北股市在這裡 所以那個時空背景是完全怎麼樣 不一樣的喔 你不要把它混為一台 想說哇那你看你看 你看這個這樣跌 那這個要這樣跌 不可能喔 大家可以很放心 我不是用猜的 我是告訴你 當時的背景跟現在是完全不一樣 那個時候疫情剛爆發 我是說我們本土 對不對 那你本土疫情一爆發 你警戒升到三級 餐廳不能內用 各行各業 尤其是餐廳倒得亂七八糟 各位觀眾 這個是不是事實 欸對阿老財長這是事實喔 好 那現在餐廳開放內用 隔板也要漸漸要拿掉了 我好像聽說澎湖 要率先拿掉隔板了 那為什麼隔板還在的時候 餐廳生意也不會很好 因為我們全家去吃飯嘛 你中間隔了隔板這怎麼吃啊 那菜要放在哪裡啊 大家明白意思嗎 喔老船長是這樣子啊 那你經濟開始 這一種服務業的經濟 開始復甦了 人家其實美國早就開始了 雖然他們疫情很嚴重 但是他們疫苗打的速度 比我們快很多 再加上他們都不怕死 沒有沒有 他們都怎麼樣 沒有像我們那麼 人家一天多少萬人啊 我們一天幾個就嚇得半死 所以說有的時候我們 也不要矯枉過正 我說真的 也不要自己把自己嚇死 我知道有很多人這一波 就得了恐慌症 怎麼辦怎麼辦 老船長跟你說 生死有命 富貴在天 我們如果盡了力了 剩下就交給怎麼樣 老天爺了嘛 那台灣人其實都很自愛嘛 口罩人人都怎麼樣 戴上嘛 好不好 那既然時空背景不一樣的話 那麼我認為台北股市今天就是怎麼樣 跌第八天的破底翻 所以說這個地方 它應該會有一波怎麼樣 反彈 導播 對 不要再睡了啦 好啦開玩笑 這個地方會有一個破底翻 對不對 那翻完之後會不會再下 那個 我們不討論 你不要去想到 一百年以後的事情 神經病你也活不到一百年 大家明白意思嗎 我們來股票市場操作 能夠把近期的抓得到的話 我們就有財富可以賺了 看得非常遠的那一種 我覺得都是打高空 那你現在看我的節目 我告訴你有破底翻 你可以選擇不相信我 你也可以選擇相信空頭大老書 對不對 這是你的自由 我不能夠說 你一定要相信古海老船長 我只是說 有相信老船長的觀眾朋友 你繼續看下去 好 那這個地方 為什麼會有破底翻呢 我剛剛已經講過 時空背景不一樣 那你注意看 這一波下跌八天 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根本沒有亮 各位看到沒有 表示怎麼樣 只是一些幅額被洗出來 然後再加上什麼政府的政策 踩煞車啊 什麼當沖的稅率又怎麼樣 我覺得喔 那個都不是重點 當沖客不管你怎麼沖怎麼玩 你股市還是有個趨勢在 大的趨勢是不會變的 可能也許短線會有所影響 所以大家不要 焦點焦點在什麼那個政策面 人家最近聽說這樣跌 政府又跟你講了 我們沒有說要取消啊 對不對 還是繼續延長啊 是不是 就告訴你政府永遠是做多的 但是他也怕怎麼樣 太過熱 你看很多學生有沒有 包括我去買衣服 那個服務人員啊 一問啊 人手一張航運股啊 對不對 那些人是從來都不做股票的 所以說大家要知道 這個都是台北股市 一個真實的歷史在 那我跟大家講啊 不管台北股市發生什麼事情 你都永遠有一件事情不要變 就是你把所有的錢 要去買怎麼樣好的公司 這句話寫在家裡面的牆壁上 然後怎麼樣一直流傳下去 懂嗎 也就是告訴你要開大門走正路 不管做任何事情 投資也是一樣 你就是要買好的公司 很多人買投機的公司 賺了大錢 但是後來的下場 都非常的淒慘 因為沒有天天過年的 這句話你們聽過吧 好 那現在進入重點了 台股破底翻 大家如果認同的話 看下去嘛 對不對 那重點來了 誰 會是反彈王啊 看測標啊 欸 你那個疊了幾十% 彈3%的那個不要算喔 對不對 我先把一個先排除給你們看 這個滑邦電 這種都不算喔 為什麼你看 第二季賺到1.24 對不對 哇 這樣不錯啊 可是有沒有比它更好的啊 有啊 我又是喜歡舉面板的例子啊 人家已經賺到3.3了啊 那你股價 今天友達跌破20 你滑邦電還在怎麼樣 還在29 沒有道理 所以錢 資金它是聰明的 尤其是這種忠實大戶 這種超盤的基金啊 受險基金這種啊 人家不是白癡啊 人家用腳趾頭一算 你滑邦電的獲利 就比面板差很多啊 人家當然怎麼樣 會全力去壓面板 也不會壓低潤嘛 這個道理大家要懂 因為人家那種超級大的資金 下去一個波段 對不對 就是所謂的投資不是投機啊 那當然是要選基本面 比較好的嘛 很多東西都是這樣子啊 對不對 這樣看不知道你好不好 這樣看也不知道你好不好 兩個人放在一起 一比就知道 誰比較好了嘛 同樣是低價位的股 我當然怎麼樣 會選擇面板 我不會去選擇低潤嘛 當然低潤有比較高價位 我現在講的是 比如說滑邦電 對上友達 這樣大家明白意思嗎 好 那跌的時候大家都跌沒有錯 你看喔 我再給你看一次 這是滑邦電的線型 對不對 好 你看友達 好 位階也比較低 跌幅也比較小 有一個什麼意思 因為它已經超值了 物超所值了 對不對 那友達如果不是物超所值 那你滑邦電根本閃一邊去嘛 這個道理很簡單 我希望投資朋友 你不要抱著投機的心態 你不要看到短線誰漲 今天滑邦電漲三毛 滑邦電好 友達今天跌爛貨 你如果這樣子做股票 你不要做啦 那等到哪天 面板大漲的時候 你又覺得怎麼樣 面板好 所以散戶朋友不會有錢的 他們會怎麼樣 受到盤面短線的影響 比如說 最近這八天 連續跌八天 這個根本就是短線啦 股票市場八天叫做長線嗎 也對耶老船長 那短線股票的震盪起伏 你不用太在意 所以還是你們家牆上的那句話 對 永遠要投資好的股票 這個是不會錯的 全世界你走到哪裡都不會錯的 當然短線可能投機股 可能爛貨漲 漲得比較多 那沒有關係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就好像人生也是一樣啊 很多人 對不對 他去走私販毒 他去搶銀行 他去幹壞事 賺了很多的錢 對不對 我就喜歡舉個例子 像那個吳亦凡 有沒有 最近抓去關了嘛 強姦未成年少女 還要怎麼樣 沾毒品 那人生大好前途沒有了 但是你們去想 他在好的時候 對不對 有想到這一些嗎 沒有 所以一定要走正路 不管你 就算你背景再硬再怎麼好 我跟你講那個都會有報應的 那 所以現在我要講喔 誰是反彈王 第一個 第一個喔 你們聽到這邊應該有感覺喔 就是說 反彈王這一次一定是怎麼樣 因為很多人都受傷喔 像散戶已經 欸 醒一醒啦 幹什麼 躺平在那裡啦 散戶根本沒有錢買的 你知道嗎 所以 反彈的波段 絕對不是靠散戶 是靠那些 很雄厚資金的 機構 或者是怎麼樣 大戶 他們的進場 那這些忠實大戶機構 他們一定會像老船長講的一樣 會去怎麼樣 買那種 已經物超所值超跌的本益比 非常低的股票 但是現在重點來了喔 有兩大族群是符合這樣子的 一個標準喔 老船長 哪兩大族群 不好意思喔 你要先看一下廣告 廣告回來 我會跟大家分析報告 導播 滴海茫茫茫茫茫茫茫 雇得投顾咨询电话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财专家 雇得投顾 我们拥有一流证券 期货分析师阵容 多空双抢操作 为您累积财富 金融市场汇居多变 您需要更全瞻 更专业的团队 带领您避开风险 再创财富巅峰 雇得投顾 恰询电话 0800-555-808 0800-555-808 老船长讲话 不能前后不一致 所以好的股票 就是怎么样 反弹的重点 那么两大族群 第一个面板 第二个航运 老船长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 因为以前你们的印象 面板就是烂货赔钱 航运就是怎么样 很低的股价没人要 对不对 对啊老船长 但是呢 这两大族群都怎么样 完全颠覆了所有的人的印象 他们在怎么样 这一阵子的表现 可以说是怎么样 哇可圈可点 那但是呢 也让很多投资人受伤 这也是事实 对不对 那现在投资人很多都套在面板 也很多都套在航运啦 他们还有钱再拿出来买吗 很难 除非他们要换股操作 机构法人忠实大户就不一定了 假设我是忠实户 我有100亿 我已经怎么样 在股市买了三四十亿了 我后面还有六七十亿的资金啦 那我是机构就不用讲了 我这个机构有1000亿 我也才买了三四百亿 我后面还有六七百亿啊 当然要进来怎么样 减便宜货啊 老船长真的耶 可是重点来了 那如果面板跟航运 都到今年结束的话 也不用谈了嘛 对不对 股价早就表现过了 问题就来了 面板也好 航运也罢 明年 至少都会延续到明年 那这就没有问题了 我们先把问题厘清 对不对 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未来还会不会好 会嘛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半年之内都会好 我举例哦 这个是航运股 汇丰啊 请导播照进 汇丰啊把长龙的目标价 调高至185 它本来是165 它现在调到185 那么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怎么样 它看到塞港的问题很严重 还要塞到怎么样 明年农历年都不一定会解决哦 听清楚 不是明年农历年就解决 二月不是哦 是不一定会解决哦 好那重点来了哦 注意看哦 来 我们直接跳到最后看 EPS 来请导播再照最近了哦 38块 本来是看多少 30到31 现在看38 那各位观众朋友 这是长龙 为什么我都喜欢讲龙头股 航运股来讲话 阳明啊跟万海股本都两百多亿 我们不讲那个 我们讲这个五百多亿的 最大只的龙头 好 好 他已经告诉你我跌不下去了 来这个量非常缩 对不对 是不是量超缩的 好 这个地方 跌不下去了 那这边量缩不算了 你不要搞错 这是被警示啊 傻瓜 老船长是这样子 这里是真正的量缩 大家现在都不看好航运股了 我告诉你 那就对了 离大涨之日哦 不原意 搞不好就是明天啊 那你说 啊汇丰他真的调降又调涨啊 那个没有公信力 你不要去管他 汇丰其实不重要 他看185 我也觉得看得太少了 你既然看EPS38块 十倍本益比 那不是380吗 开什么玩笑 什么看到185 所以看多少钱 那不是很重要 重要是说 他上半年已经交出来成绩单 赚这么多钱了 下半年一定会更好嘛 因为一直塞港嘛 对不对 塞过下半年嘛 所以说今年 长龙脚拉拉 喀拉拉 知不知道 30块钱以上 至于30到几 那也不是很重要 因为你抓十倍本益比啊 好啦抓八倍好不好 那请问一下 这个一定是最高点吗 一定吗 人哦不要太主观 不要太铁齿 你要抱着谦虚的心态 来到股票市场 对不对 我带会员操作航运股 没有输过 这一波航运的暴跌 我们完全没有怎么样参与 全国投顾业这么多 分析师这么多 有谁像谷海老船长 航运股大赚没有输过 而且这一波 一个半月完全没有参与到的 那老船长你是为什么 可以避开这一段的大跌 那我要讲讲不完 我直接讲重点就好 你注意看 你一定要用心看这一张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 因为你如果认为全国的投顾老师 一个半月航运股大跌都没有参与到的 是一堆人的话 那你不要来找我 我也告诉你 我航运股没有输过 光做长龙 光做长龙就赚了两根半的停板 那你不一样 你是从这里 跌到这里来 那我现在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 当长龙风起时 杨凡要怎么样 往前冲的时候 你被洗下车了 我很担心这一件事情 因为它的基本面完全没有问题 之前有很多的记者 分析师胡说八道 对不对 我都看在眼里 我就让你们讲 就让长龙跌 跌啊跌啊跌 跌到我认为 我的研究分析 再加上这一段 各位观众 福尔也洗了 失望的人 看坏的人 对不对 都走了 那剩下就是赚钱的人 看清楚 操作航运股 一定要跟老船长 不好意思 我叫古海老船长 我操作航运股没有输过 而且是大赚 我上一次做航运股的 时间离现在已经很远了 然后你们就听到我跟你说 不要做不要做 不要碰航运 不要碰航运 你们就给我按道赞 讨厌我在网路上 骂我 对不对 没有关系嘛 我一丁点都怎么样 不在乎啊 对不对 我只是怎么样 在做我专业跟诚信的分析而已 虽然它很好 但是趋势在往下的时候 我都告诉你们母汤 有没有 那不相信老船长的去 全部都完蛋 所以我告诉你 这一段大跌 你注意看 跌到这边 老船长跟你说 航运股 要准备怎么样 往上大涨 我再讲一次 我很担心你被洗下车 他有没有机会过这边创新高 我刚才已经讲得很明白了 我不知道你听进去 听懂了没有 再讲一次 操作航运股 一定要跟老船长 我知道 有那个很大的网路投雇公司 里面的头头 收了一海钢子的会员 因为他喊航运股 他长龙带人家买在这里 注意看 买在这里 然后怎么样 两百块钱的时候 停损一半 剩下一半呢 戏 会员全部输死输光 他每天还跟一个女的主持人 在那边有说有笑 一搭一唱 继续用原本的老把戏骗 只要你有这种遭遇的 来找我 古海老船长 那个人根本看不懂航运股 他就是看到什么股票去追 然后你们这些人呢就怎么样 跟进去 最后你得到的下场是这样 他现在怎么样 不管你们了 我再讲一个结论 面板一定会大涨 老船长还是非常的看好 但是呢 反弹王我直接告诉你们答案 会是航海王 没办法 低价股的宿命就是这样子 但是他也会强弹 那会比他更厉害的 一定是怎么样 航海王 我今天的节目 你要好好的把它记在心里面 老船长已经一个半月怎么样 避开航运股的大跌了 我今天 8月16号 才跟你说 航运股啊 要洋凡了 因为风起 听得懂吗 全国没有人敢看好了 全国每一次都是这样 你要不要跟着老船长 手上有航运股的朋友 你今天一定要打电话进来 你要跟的是 操作航运股没有输过 而大赚的分析师 全国只有我一位 其他的全部套死 不敢讲 不敢承认 也满可悲的 反弹波一定要好好把握 回声先不要看 反弹波的反弹王 记得就是三个字 航海王 手上有航运股的朋友 今天一定要打电话来 把电话线灌爆 没有航运股的朋友 你想要操作航运股的 你等老船长 已经等了一个半月了 我都没有出手 我说过 我一定会班师回巢的 对不对 老船长讲话算话 所以我真的很 由衷的希望 你能够有勇气跟智慧 拿起电话 跟着谷海老船长操作 我们就会成为 全市场真正的第一 五 四 关键的时刻 你一定要做出正确的决定 现在开始拨打 电话瞬间报线 本投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